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日前接受BCC专访 表示美国高度关切 中国破坏台海和平的行径 两岸关系再度受世界注目 美国总统拜登 依据台湾协议 引发台湾议论不断 台湾的协议 一法三公报和六项保证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 台湾关系法的一个前提之中 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建交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 是因为希望台海能够稳定 我觉得就是说 也不用去拆太多的文字游戏了 因为基本上我们把它视为是 拜登年纪也大了 美中之间攸关台湾这方面的 任何的不管是条约 公报或者是什么协议 都中挂在一起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拜登口中的台湾协议 就是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 以及台湾关系法 只不过藉由这件事情 学者点出 其实美中之间的沟通管道 是比外界想象的更为畅通 那这代表就是说美国其实跟中国之间 还是管道相当畅动的 那这种管道畅动的话 必须就是说 有危机到台海安全的一个任何的动作的话 在美国都会跟中国之间 维持一个磋商 那我觉得这种磋商当然是好的 因为美中之间避免这个误判 那么引发了这个美中大战 台海和平稳定 牵扯全球局势动荡 拜登习近平传出 年底可能举行线上峰会 美中对话越多 甚至就有弃台论 中美一家卖台风声四起 现在台湾的这个安全稳定 以及台湾的产业链上面 包括晶片上的供应 以及我们在这个防疫上面的 这些成就事实上是美国所看重的 那特别是台湾的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位置 更是美国认为说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现在维护台海的和平 维护台湾的安全 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大概还是就美中之间的一个问题 所以讨论的比较多 台海可能只是它这个 一个议题之一而已 历来大家都很清楚了 台湾应该是它的棋子 而不是棋手 美中两强对抗 台湾夹在其中处处受限 每一步都必须如履薄冰 才能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 欢迎新闻 科冠城杨纸玉台北报导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洞 明镜与点核心